在陕西的这座金宿山之中 埋葬着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帝王 因开元盛世 他把唐王朝推上极盛的巅峰 又因安室之乱 他又把唐王朝推向几乎父王的深渊 他就是唐朝第七位皇帝 唐玄宗李隆基 这里是唐玄宗李隆基和元宪皇后 杨氏的合葬陵墓泰陵 泰陵是以山为陵 山腹中建造墓室 气势磅礴 虽经一千多年风雨 神道两侧的石刻基本保存完好 大家看这个石碑 上面刻的是唐玄宗太陵 为什么不是玄宗呢 因为这个碑是清朝时候礼的 要避康熙皇帝的名字玄业 所以就把玄字改为了圆 李隆基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 唐瑞宗李旦的第三子 又称李三郎 母亲为窦德飞 他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共在位四十五年 唐玄宗在位前期 助以拨乱反政 任用姚崇 宋景 张九龄等一些贤象 历经图治 开创了唐朝的即盛之势 开元盛世 但是在位后期 李隆基逐渐怠慢朝政 沉溺于享乐之中 宠信奸臣李林府 杨国忠等人 无比宠爱杨玉环 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塞外民族 试图来稳定唐王朝的边疆 结果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几乎把唐王朝推向父王的深渊 晚年的李隆基忧郁寡欢 于宝英元年甲崩 终年78岁 太陵除了元宪杨皇后合葬之外 陪葬墓只有高丽世墓一座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战火频发 太陵曾遭受过多次破坏和刀绝